我們今天講的維權律師受到集體的首告 是一個長期以來發展出來的結界 其實在之前大約10年前左右 因為很多法律學院或者大學做法律的人做了律師之後 他希望用他的專業知識為弱勢社群 為維權人士去復活 或者為一些受政治迫害的人做復活 很簡單 像高士成律師 他是為法輪功的信眾訴訟 控告這個中共政府 他是所謂被失蹤 幾年之後他放了出來 他人已經受到很大的摧殘 現在都不及其去鄉 即是連人都見不到 家人都找不到他 因為現在說找不到他好像成律師 另外一個運權律師是鄭欣聳 那件事都有被捕 他在上海為了上海的訪問 反對這個強顏收地 他都是受到這個上海政府的全天候的軟禁 即所謂被失蹤 這兩個例子都很清楚 那現在這個 今次的酒保 我自己親身接觸的例子都很清楚 就是去年六月左右 我是看到唐經理律師的太太 他在大陸在廣州拿來 就希望為唐經理爭冤 因為唐經理就在廣州開了事務律師所 接了一些廣民的案件 那唐經理就被人抓了 就說他尋釁之事 那當然那些邏輯的罪名 我分一分一人都說 好了 那這個 唐經理被人抓了 就請了徐牧青律師 那徐牧青律師接了手之後 唐經理的罪名 就由尋釁之事 就變了 是煽動天風國家證明罪 沒錯 那徐牧青律師看他辯護 徐牧青都抓了 那就是武律師看 唐經理 唐經理 不過唐經理事件也挺有序律師 所以你看到 一個律師去為客人做事 他自己被捕 他又請了一個律師 然後那個律師捉了 那哪有法治 我們可以問 他最近 他抓了一個 接近二百多個 華爾街上的律師 一次過 那其實 後來那些謀慧人事件 會不會 有沒有跟你說過 就說 他們都 連帶他們現在 幫他們的律師都抓了 將來都不會有人肯幫他們 那就是有個韓善效應 你試試 你想想 如果在香港 我被檢控 那我請何俊仁做個律師 那何俊仁又抓了 那我再請余若薇做 我找李柱銘做 他兩個都被人抓了 那還打什麼官司 不用打官司 唯一我找到一個官司 就是 不敢跟我辯會官司 或者是 會 出賣我的律師 對不對 其實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除了我們真的這樣發聲 我覺得其實香港的社會 對這件事很難忘 尤其是 大律師公會都想不明白 為什麼會這樣 律師公會就不出聲 現在大律師公會都不出聲 那他就說 不清楚 這件事我覺得完全是不合理 為什麼呢 如果一個政府是將 大量的律師 在一兩天之內搜捕了 那這個顯然是 不尋常的舉動 如果大律師公會 或者任何人覺得 那二百多人做過什麼 我不知道 是沒有意思的 尤其是大律師 應該明白 他去接官司的時候 他都不知道 他那個顧客 是不是有罪的嘛 他是為那個顧客 去 在法律的框架裡面 拿到一個司法公證的嘛 所以 他應該為那個客 去拿的 就是一個 在合理疑點之下 一個百分之一百的證據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的角度 今天兩百多個律師 其實等於一個客人來的嘛 他都不知道那些 就是香港的大律師